大家好,我是藝術小尖兵趙雨昕 你們聽過台展山少年嗎? 沒錯,這幅歸圖就是由當中的林玉山先生手畫的畫作 他一生的創作理念在提倡自然寫生 大自然就是他源源不絕的創作能量 他說寫生就是畫畫的資料 寫生越多資料也就越豐富 會寫生的容畫出來才會千變萬化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慢慢走入林玉山的筆墨世界吧 這整幅畫主要是以水墨為主 你曾經在台灣的農村看過這種景象嗎? 在新樓工作一天後的農夫 接著一頭忠厚老實的水牛 緩緩地走在回家的途中 對於熱愛寫生又出生於鄉下的林玉山 對於這樣的景象是在熟悉不過了 而畫中的婦女穿著樸實簡單 赤著腳走路 手臂帶著令草編織的護套 腰部則穿著麻布袋做的圍裙 這可是當時典型的收割甘蔗的裝扮喔 而身旁的老牛則背著一棵甘蔗葉 這可是老牛今日的晚餐喔 他選擇這樣的畫面作為主題 主要是想透過畫作來表達對這塊獨地 真摯的情感 與農民刻苦耐勞的精神 林玉山又寫生的精神 觀察最… 觀察… 欸… 讓讀者能體會到那純真與熱情的情感 你是否感受到牛與人之間所存在的那種 互相依賴的關係 既是工作上的好夥伴 又是生活中的朋友 你是否體會到那股真摯平凡的情感呢 我的導覽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